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近半世紀以來 每一屆美國總統大選總會來一次十月驚奇 今天已經到10月10日 到底今屆的十月驚奇來了沒有? 之前有些人說 特朗普中招已經是十月驚奇 不過我看來這一局只是前奏 不算是真正的十月驚奇 因為特朗普是意外中招 而不是故意出事 如果這樣也算是十月驚奇 看怕也沒什麼看頭 實情中招的人多的事 約翰遜也中過 這樣也好 今天真的有一件事 是有潛質成為本屆的十月驚奇 而且絕對有能力 扭轉整個選舉形勢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特朗普今天在接受霍氏採訪的時候 罕有地公開批評他三明心腹 包括國務卿蓬佩奧 司法部長巴爾 以及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 為何特朗普會大動干火去罵這三個心腹 他最親密的戰友 原來是關乎希拉莉四年前的電郵門事件 而特朗普主要就是不滿 他們三位在處理解密電郵門事件的時候 進度來得太慢 現在距離大選只剩下不夠三個星期的時間 對於特朗普來說 肯定會很焦急 所以 為了有足夠的時間 讓選民消化這些資訊 當然 在特朗普的角度來說 越早公佈相關的訊息就越好 而蓬佩奧在受到特朗普的施壓以後 他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 說到 是會盡快去解密這個電郵門事件 公開所有可以向公眾發佈的資訊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接下來這幾天可能會有很豐富的訊息 實情這件事可能都有人會質疑 電郵門事件是關希拉里的事 那怎樣可以連繫到拜登身上呢 實情 希拉里和拜登是同黨的 我意思是說同一個政黨 而且兩個人都是奧巴馬邀請他們進入內閣的 故此 他們一定關係就相當緊密 沒有理由希拉里干犯了一些什麼問題 而拜登是不知情的 你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當這個電郵門事件解密之後 任何對於希拉里所構成的打擊 都必然會延伸到拜登身上 當然就看看到底解密內容的嚴重程度有多厲害 如果是夠厲害的時候 絕對是足以扭轉今屆的選情 我們就看看這個電郵門事件 就要說回十幾年前 在希拉里擔任國務卿以前 其實他就很喜歡用一隻叫做黑莓手機 因為他在收發電子郵件方面 即是那些電郵 就非常之方便 當希拉里做了這個國務卿以後 他就繼續用這個黑莓手機 用都沒有所謂 但是他電郵的伺服器 即是那台伺服器 就切在自己大屋的地下室那裡 那這個會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他是普通人 那就沒有問題 這些只是你割下自己的事 但是當他當上了這個國務卿以後 他仍然是有這樣的操作 就有問題了 甚至乎是可以說構成了獨職的 因為當他做到國務卿這個位置 這麼衛高權重的時候 在執行公務 在處理公民往來的時候 就肯定會接觸到很多關於國防機密 或者是國家安全相關的資訊 你走去用一個這麼低度設防的伺服器 很容易就會被人入侵看到所有的東西 當時國務院的安全人員 就已經再三提醒過他 不能夠再這樣做下去了 當然希拉里就沒有理會了 一直到2013年的時候 有一個著名黑客叫做古奇廢爾 他就入侵了希拉里助手的email帳號 發現得到原來希拉里和她助手的email往來 全部都是用她的私人email account來處理 這個事件洩漏了出去之後 就引來了美國國會的關注 在後來就有一件事件叫做班加西事件 這個班加西其實就是位於利比亞 即非洲國家的一個城市 班加西事件就是當地一些武裝分子 走到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館的時候搞事 而且還做下美國駐利比亞的大使 這件事美國國會就查了 聯邦調查局就叫希拉里 把所有通過私人的email帳號收發的郵件 都要全部交出來去調查 希拉里就刪除了三萬多封email才交上去 這個當然是很有問題 到底她是否想隱瞞什麼呢 直至她到了2015年宣布要參選的時候 這個電郵門事件就再次成為公眾的焦點 但當時民主黨和希拉里 其實巧妙地用了一招 就叫做通俄門去弄討特朗普 後來其實查清查楚之後 就發現得到特朗普根本上和俄羅斯沒有勾結 但是在2016年的大選當中 這個通俄門在民主黨、奧巴馬政府、希拉里陣營 和美國一些主流傳媒的炒作下 就弄得像真的一樣 好壞不壞 特朗普雖然輸了普選票 但是贏了選舉人票入主白宮 當然這件事件其實都擾讓了一段長時間 後來就得到解決 還特朗普一個清白 他是沒有通俄的 事實上是找不到有證據 但是希拉里的電郵門事件 到現在還未解密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會這麼心急 或者這麼氣憤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他自己被冤枉了這麼久 這件事反而還未解決 原而不決 好了 其實當時奧巴馬政府 到底有沒有來懲罰希拉里 用到自己的私人帳號去收發郵件 因為這是構成了一個嚴重的國家安全漏洞 而是做到一個這麼高職位的人 不應該乾煩的事項 但是當時奧巴馬政府 當然就是把這件事件押了下去 也沒有來跟進 或者是沒有再進一步去懲罰希拉里 到現在都沒事 特朗普當然就是很不服氣 被人屈了這麼久 看怕都要輪到希拉里受罰 可能是這樣想 所以公開地批評了他那三名的心腹 至於這個班加西事件又是怎樣呢 當然是另外還有些內情 當時希拉里都說要承擔責任諸如此類 但是我在網上還看到一個說法 就是說班加西事件另有內情 當然這個版本又是說 事件是跟希拉里有著不尋常的關係 到底這個說法是真還是假呢 我想大家就當是一個片面支持的版本來聽著 因為所有的真相 在蓬佩奧解密電郵門事件公開了所有信息出來 就會是知得一清二楚 這個版本是怎麼說的呢 就說在2012年7月的時候 美軍派駐在利比亞的一架運輸直升機 就被利比亞政府軍的一枚飛彈擊中了 當時這一枚飛彈卡在直升機那裡是未曾爆發的 飛行員經過努力之後就安全降落 後來就發現到這一枚飛彈原來是美國製造的 為什麼會外流到利比亞呢 由於美國所有的飛彈都有一個偏好在樹 後來聯邦調查局一查就發現到 原來這一枚飛彈當年就是由 所謂的克林頓基金會安排 由史蒂文後來派駐去利比亞大使 就是被人做了那個 就去當地找到一個軍火箱 來賣給他 後來這個軍火箱 又輾轉之間賣給其他人 最後就落在利比亞政府軍手上 後來希拉里就派駐了史蒂文做駐利比亞大使 叫他快點去利比亞搞定這件事 後來史蒂文去到利比亞就任的時候 就發現很多事都不妥了 比如說大使館那些武裝防備 就相當薄弱 諸如此類 他馬上就向希拉里回報 這位史蒂文大使 一共就向國務院發了超過600次請求 要求增援和加強防衛 但是最後只派了幾名退役僱傭兵 就跑去保護這位大使 後來大家知道這個結果就是 利比亞大使被武裝分子做低了 究竟這件事的真相是怎樣呢 希拉里派駐去大使究竟 意外一定是怎樣呢 拜登的角色又是什麼呢 這些疑問在蓬佩奧解密電郵門事件之後 應該會知道真相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